腔哥 沒有錯各位 你現在看到的畫面就是 泰國之 얘기를連賽 出勇了 出勇了 我的天 而且他是在 包五的第二局 的第三選 直接給我選下去 可是他前面已經選了兩只保牌陣 就是那個 諾可西加那個 屁屁 那右邊的選角 你可以看到 其實他的星葵 就是完全來針對那隻勇的 因為星葵前期轉線夠快 然後他有非常強大的 的塔山能力 那物己也是 前期 物己在那個 四等的時候 他是一隻屬於怎麼講 有傷害 然後夠坦 因為他在現在這個版本 8月19號之後的版本 改版之後 他變得非常非常的坦 他的一技能那個 40%減傷 可是 他有一個缺點 就是 物己其實是 他不好保牌 他並不是一隻保牌角色 Rerun的射手也選得很聰明 因為我本來就知道 我的物己選下去 主位 並不是一隻保牌角色 所以我就選了一隻什麼 駭牙 我選了一隻駭牙 駭牙是一隻不需要 不太需要 人保的射手 右邊呢 目前看起來啦 偏充牌 偏充牌 不過我個人覺得 物己讓應該可以選一隻 什麼 一格之類的 收藏的角色 就是 不要全部都充牌 我覺得他選一個一格 因為 你現在 如果都選充牌的話 因為畢竟敵方有皮皮 除非你可以把那隻皮皮 給排掉 不然基本上 整場 皮皮都是跟著那隻用的 因為他一定要保好他的運用 然後度過 後期 所以呢 我覺得如果你都出充牌的話 有一隻遠程消耗會比較保險一點 那我個人心目中最好的答案就是 一格 我們來看一下他怎麼選 結果他選了一隻拉茲 拉茲也是充牌 嗯 艾蜜莉 就是拿來扛 然後也是一隻 打會戰的時候 扛在前面充牌的角色 都是充牌 我覺得 我真的覺得他如果 不要都是充 因為盧蜜亞也是一隻 陣地角色 你知道嗎 他們現在 左邊就是打一個陣地戰 都是陣地角色 盧蜜亞 有 然後又有皮皮 然後如果你敢充劍的話 諾可希就是打在前面 然後還有一隻艾莉 就是在圖中製造那個傷 艾莉是打野 所以如果你都選充牌 第一時間充進來 皮皮就把人給吸起來 然後就走掉 然後諾可希可以把你抓過來 你就準備被處理 我覺得他這首拉茲 選的不是很好 選一個一格會更好一點 我個人的見解 那我們發布就說 馬上來看這場 到底 越南 知名隊伍 知名隊伍 培根vs不離亂 他的勇到底要怎麼發揮呢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要怎麼度過前期 OK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 是要做一個掉線 不離亂主動做了一個掉線 可是他的駭牙 並不是帶煉金 他的駭牙是帶小金 當然你駭牙 吊上去 打那個諾可希 絕對屌打 絕對屌打 問題就是呢 你也相對的讓那隻勇很爽 而且那隻勇是帶煉金 你們懂那個意思嗎 就是 練習這個東西 叔叔說過了 就是 如果你放在那種 好觸發的角色身上 什麼叫好觸發 就是我很好碰到敵人 我很好去做換血的動作 那我就會很吃香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 是一隻遠程射手 遠程角色 那你對到一隻近戰 你好不好 你好不好去跟他做換血的動作 超好 超好換 所以你就看 如果那隻勇 對到那隻 那個什麼 艾米利 他絕對是屌換 對啊 他絕對是屌換 這個諾可希 哇馬技玩得很好耶 你看他這個意思 他已經知道敵方要來跟他 直接退到 不要讓敵方有殺到他的機會 然後 皮皮 洗了一波兵 那你可以看到 下面這隻勇過得好爽 他過得好爽 不利浪應該是要往下打才對 不可能讓那隻 這隻勇過得這麼爽 然後還讓一隻近戰去對他 讓他一直這樣子練金 趕快農到後期 是不可能 那這個龍戰絕對是 不利浪的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畢竟 裴根選的是一個很後期的隊伍 很後期的這個陣龍 但是沒有辦法 這個龍前面 前面他們基本上就是盡量先B戰 先農 然後拿東西 拿物件 然後能吃東西就吃 然後能B戰就B戰 就是打消耗 打消耗就好了 不要打到 這個龍死了 這個龍死了 哇 再見 哇 確認 他用瞬移閃的 這遺跡的我有沒有看錯 太扯了吧 他飛好快喔 哇哩咧咧 太帥了吧 好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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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看了什麼東西 馬記 馬記這場就是扛住那隻駭牙 想辦法扛 可是那隻駭牙其實 嗯 他扛得出嗎 我們來看一下這波喔 欸 扛住了 哇 我覺得不遺漫這樣子很虧耶 我覺得你這樣很虧耶 你把人力資源全部投資在 上面那隻駭牙 那 你想要塔莎那隻諾可西一直都沒有辦到 因為諾可西 講真的他的意思不錯 就是馬記還是一樣強啦 馬記還是一樣強 馬記還是一樣強 可是問題相對的就是 敵方的那隻駭 培根的那隻駭 真的就是過得很爽啊 然後再來就是那隻駭牙 並不是在戀鏡 所以呢 今天雙方測手 哇嗚 努努 哎呀可惜沒有吸到 哇好可惜 不用打得很兇 但是 愛里的制裁 鬼子制裁 OK 還是投資在上路嗎 你是把敵方野區給打掉了 沒有錯啦 但是那隻駭真的過得很爽耶 你有沒有發現 那隻駭從頭到尾就是 他的下路 跟那隻皮皮 然後就是 皮皮配那隻駭 然後打一隻艾蜜莉 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要怎麼輸耶 好爽喔 他過得好開心喔 他就這樣 沒有受到任何限制耶 你看人過來又熄掉 他怎麼可以過那麼久 他怎麼可以過那麼久 好好喔 我覺得應該投資 投 皮肉應該要開始把能力投資在下路了 不要讓他就是擁過這麼久 五分鐘了 還是把能力投資在上路 他們就是要馬記死 OK 看出來了 就是要馬記死 馬記 來打 雲霜 很漂亮 我還是要死 但是 換到人了 換到人了 給馬記哼 欸馬記沒死欸 欸馬記沒死欸 喔 死的是對方的亥犽喔 What the What 你看這個下路 你看這個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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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雙豬他已經多少 他3800了 他3800了 他就這樣對 他只是對線而已 他也沒有入侵人家野區 他就站在他的線上 然後馬記 欸這MVP不給馬記 我不行喔 那馬記 扛一隻進戰 扛一隻亥犽多難 啊這條皮了 確認 這樣還活得下來 不要欸 哇 這樣還活得下來嗎 不是吧阿伯 愛理進場 看一下後面 凝霜 吸一個 等一下 沒抹 皮皮沒抹 尷尬 尷尬 有點尷尬 有點尷尬 他剛剛如果有抹的話 應該可以吸起來 哇 蛤 掉皮了啦 可以跟自己掉皮了 那個 下路那個 快樂農場喔 馬記再來補中線 馬記事情做好做滿 扛爆 他真的很扛爆 我真的覺得現在打凱撒路的選手真的很辛苦 你要扛 然後 畢竟現在射手就是不好把 然後 很常做掉線的動作 然後你就會對到敵方的射手 喔 就好難打喔 凱撒路真的都是大雞 一擊 有一個 不會死 這不會死 趕快清線 這波有點尷尬 趕快清線 有凝霜嗎 沒有凝霜 哇 中塔掉了 有人補嗎 可以可以可以 掉半線 勇跟那個 那個什麼 勇的 勇的資源肯定是比較慢的 畢竟他現在那個 被動加移速的那個也被拔掉了 好 中塔 有人來守 沒什麼問題 這絕對是守得住 愛里進場 砍兩刀 直接退掉 勇飛了 你有沒有發現 他輸出開始會痛了 阿姨阿 我覺得不讓前面 投資太多人力在馬記身上了 他太想要殺馬記了 這個龍吃掉 什麼鬼 他沒制裁欸 我再看一次 他不是沒制裁嗎 他用一技能牆的 等一下我再看一次 不對阿 FIRST ONE的 制裁是亮起來的 哎呀 他沒教制裁 哇 FIRST ONE的 制裁是亮起來的 他沒教 哇 這個要被罵了 這個要被 這個會被教練罵 然後皮皮 始終跟著這隻勇 這隻勇真的是 快樂到一個不行 欸他們也壓太深了吧 不是阿 轉中吧 轉中吧 兩位 兩位 打單機喔 過太爽了吧 我大概看出來 為什麼 皮輪會 排名在 現在在泰國 賽區的 排名在下面 他前面打得很 匪夷所思 你知道嗎 就是很 不知道該說什麼 整個配對就有點怪 然後你看現在這隻勇 應該要解放了 已經時間來到10分鐘了 不知不覺來到10分鐘 好 人應該是要往上調動吧 這龍有點浪費 龍有點浪費 他們還是想要 我個人覺得 培根可以把 永根皮皮這兩隻 掉到 就是把下路線推掉之後 給他們 硬性壓力之後 然後就直接轉中了 趕快把那個中塔給點掉 你看他們這個兩個 小可愛還在那邊 一直想要 殺那隻艾蜜莉 不是那艾蜜莉 就殺不死 他就是來扛了 艾蜜莉可以擋那個 普攻 我個人覺得就是像他們這樣 有沒有 清完線 然後 隊友幫你卡住 然後轉中 趕快把中塔給點掉 好痛啊 你看 他剛剛一個被動而已 他第二個被動沒打到 他一個被動而已 讓他直接判斷 原因就是因為前面 前面 瑞瑞沒有做太多的壓制 我覺得 像這樣子 這個賽季看起來 坎優喔 上路上路上路 好 這艾蜜莉沒有能量 是了 艾蜜莉 為什麼會沒能量啊 他是不是剛亂交召 哇下路直接被壓爛 他從忠孝東路打到忠孝西路耶 不太對耶 你知道嗎 不太對耶 這兩隻過得太爽 他整場就是真的就是 給我 開心農場耶 他們也沒有幹嘛 你知道嗎 哇這個棒 哇 麻吉 麻吉 好強啊 哇操 麻吉好強啊 哇 前面 哇 麻吉真的是大雞雞 他前面扛 扛一隻駭牙 然後對方一直game 然後他也 他也沒死 會戰的時候 他又可以跳出來 開戰跟鬼一樣 唉呦 死吧 你不要那麼強耶 這個狀態點掉就很舒服啦 這狀態點掉你就可以入侵 你就可以站得更深喔 紅區藍區都可以站 然後當然也包括你那個 中 中左L槽就可以站 站得更放心一點 你就會有優先視野權 然後當然這個龍 因為 你有視野權你當然就可以吃 OK 沒什麼問題 看一下 VAC 培根後面要做什麼 怎麼樣做處理 他這個龍放上面 但是他那個人物 他的人並沒有配置在上路耶 只有一次愛理耶 哇 又勾到 天 死了 死吧 麻痺 沒事 這兩段 再走 漂亮 那隻泳真的好爽喔 為什麼有人可以玩泳玩的那麼爽 從頭到尾 對現一隻 艾蜜莉 根本就是ATM你知道嗎 他在那邊洗錢 然後對方不來找你 然後你的隊友又好扛 哇 這把呢 欸 麻痺 這把 麻痺終於死了 用的輸出起來了啦 遊戲結束了 我原本想說 哇 他們選一隻蛹 然後會打出什麼特別的那個戰術 你知道嗎 結果是對面 對面自己失誤 對面 我當作沒看到 他死 他還是會死 遊戲結束了 哇 我 我不知道 Burry Run 怎麼會打成這樣子 蠻意外的 前面可以說是 因為 你選了一大堆充牌證 然後你全部拿去灌在那一隻 你選充牌證 我能理解 就是你想要把敵方射手給灌死 結果他選充牌證 他前期把所有的 資源投資在諾可西身上 敵方諾可西就打得很好 問題是你選充牌證 應該是要灌那隻蛹才對 有啦他有灌一波 有啦他有灌一波 只是被對方那隻蛹給反應掉了 我覺得這場 憑良心說是 真的不用要打屁股 真的不用要打屁股 這個有點怪怪 OK 打得不是很好 講真的 前面那個 資源分配的太奇怪了 不應該是這樣子 應該是 因為你就想嘛 怎麼會有一隻蛹從頭到尾 就是沒有人要理他 然後他竟然可以這樣子 你還放一隻艾蜜莉給他 他還帶一個煉金 敵方是一直盡在 欸剩你一下也有錢了 剩你一下也有錢了 就這樣子 好怪喔 好奇怪喔 我看不懂欸 然後這場的MVP我給Maki 因為講真的 雖然輸出最高的是那隻勇 沒有錯 但是勇之所以可以過得那麼爽 第一個 敵方失誤 再來是Maki這場 做了太多事情了 他前面直接扛四隻 敵方各種想要塔殺他 他直接扛四隻 而且敵方是很好塔殺的角色 有霧己帶風塔 星葵 拉茲 然後還有一隻海 還要Counter他 他竟然還可以扛住 然後那條線沒有爆線 他沒有爆線喔 在敵方有四隻 塔殺能力很強的角色 然後還有Counter他的角色 他竟然沒有爆線 然後他在中後期的會戰 每一個勾 每一個瞬移 瞬大 都是很漂亮的凱戰 Maki 這個不給Maki我不行 瞎了是不是啊 喂 欸重選 評審 不對吧 Maki打得這麼好你不給他 好啊現在凱撒路沒人權了 做一大堆事情沒有人要理他 OK啊 沒關係 好險不是打凱撒路了 OK 那歡迎各位在下方留言 你覺得對於這場的看法 我個人 就是覺得 如果想要從 現在 泰國聯賽的那個 因為他們現在 戰績非常的不好 就是在低段班 如果他想要起來的話 我覺得他真的 好好想一下 他的運運的方面 他運運的方面 差了人家一個層級 真的 有點怪 有點怪 這把有點看不太懂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子 有點可惜 有點可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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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